各位好 这里是全网最好玩的时政脱口秀节目又来了 我是主持人东东游志东 今天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邻居韩国 在上个星期选出来的新总统文在寅 关于他 现在大家关注点都是 他保镖好帅啊 你们这群花痴 忘了萨德了吗 怎么能随便夸韩国人帅呢 不怕小粉红过来骂你啊 再说 再帅 能帅得过我吗 好像是比我帅一点啊 等等 我们作为一个这么有深度的时政脱口秀节目 有一个高尚的宗旨就是 比我帅的人我们是不聊的 所以今天节目呢 我们主要来说一说文在寅的八卦 说到文在寅这个人呢 其实还蛮传奇的 首先他出生在韩国一个贫困的家庭 一般这个开头后面都是接一个那种什么 韩文贵子为了冲破贫困努力读书 但是这个画风呢有点不一样 他小的时候就是问题少年 抽烟喝酒打架斗殴一样不少 还曾经因为打架被学校劝退 在高考的时候 文在寅果不其然的考杂了 这样在我们中国啊 基本上就告别仕途走进南乡了 不过 不知道他是不是悄悄潜入了恒水中学啊 居然在复读一年后 一名惊人变身学霸 成了他们学校的高考状元 不过啊这学霸当不过两年 他就被学校开除了 因为在大学期间 文在寅开始关注政治 组织学生运动 还因为反对朴槿惠 他怕朴正熙两度被捕入狱 听起来虽然惨惨的 但是所谓赛翁师马 焉之飞福 在这个过程中 他收获了一段 凄美的韩剧爱情故事 来音乐 那是一个 我也不知道是春夏还是秋冬的时候 文在寅组织同学们进行游行示威 因为不堪警方释放的催泪瓦斯 文在寅不慎倒地 泪水哗哗哗望外流 这个时候 一个学妹路过了 她看见了她哪有泪被逼弹 而她看到了她 这个学妹长得真好看 以前怎么没见过 紧接着 学妹扶下身 轻轻为文在寅 逝去了脸上的泪痕 就这样 两个人 变流互通一见钟情 虽然后面文在寅就去坐牢了 但是这位学妹如韩剧般 不离不弃的我等你 再后来 经过七年的爱情长跑 两个人终成眷属 干人 而除了她老婆之外 文在寅一生当中 还有一次非常关键的遇见 就是遇见了韩国的前总统 卢武炫 当时文在寅出狱 因为有案底 找不到什么好工作 于是跟着卢武炫 一起开办了一个 人权律师事务所 这段故事推定大家看一部 韩国电影叫《辩护人》 其中有他俩的原型 而且这部电影拍的还挺好看的 后期因为协助卢武炫竞选总统 文在寅自然的开始了自己的从政之路 卢武炫对她的影响非常大 经常有人说她是卢武炫第二 而她自己也很喜欢这个称呼 但是 我觉得她现在应该有点害怕这个称呼了 想当年卢武炫也没有逃过 韩国总统不得善终的魔咒 自杀了 现在文在寅为了打破这个魔咒 也是费尽了功夫 不过 她还是比较机智且有眼光的 她一定是看到了 今年年初做的那期分析青瓦台风水的节目 现在她已经打算搬离青瓦台 改去光化门的政府大楼办公 还每期名曰是方便和广大人民群众 打成一片随时沟通 好吧 只要不是和闺蜜随时沟通 我觉得韩国民众应该都不会有什么意见的 此外她还打算把青瓦台变成民众的休息空间 看来韩国大妈以后可以去青瓦台跳广场舞了 虽然避开了风水的诅咒 但是现在文在寅还是有很多需要烦心的事情 比如和中国的关系 因为萨德两国依然在僵持当中 这萨德是撤还是不撤 再比如跟美国的关系 当了多年的小弟 但文在寅现在宣称 说要从美国身上夺回韩国的军事管理权 听起来理所应当 但是这样跟曾经的大哥叫板 特朗普能忍吗 还有别忘了 在文在寅身边还有恩恩这么一颗不定时的炸弹呢 面对这么多的危机 文在寅应该怎么办呢 知道我也不告诉他 现在跟韩国不能走得太近的 而且我也很忙的 毕竟又有一个特殊的日子要来了 本周末就是一年一度的5月20号520了 关于520大家都不陌生 每年的这一天我都会收到很多的微信 祝我节日快乐保重身体 保重身体 对啊 5月20号是中国学生营养日啊 关爱青少年健康 从你我做起 滚 好了 我知道你们这些肤浅的人类 已经不关心什么学生营养了 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 520就是世界人民传统的公开虐单身狗的日子 在这一天 很多人都有在朋友圈发 对象合影 在微博上恩爱照片 深夜去宾馆消费等传统习俗 但是 对于我们这种没有对象的人来说 这一天简直是 520啊 对我来说就是普通的一天啊 反正不关我事 我并不十分care 因为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然后我只爱学习 随他们去吧 无所谓 就是情侣过的节日啊 感觉情侣过的节日 每个月都有一个单身狗 就只有一个双十一 还是购物节 单身狗没有人钱 我前面已经不是在过520了 你知道吗 我5月20号要回家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21号参加我同学的婚礼 车票300来回600 处理500 一共1100 像是吃喝玩乐 一个周末1500两天没了 不说是情侣过玩的 这件事情 你如何看 你觉得应不应该过 我觉得应该过 情侣嘛 秀秀恩爱 不秀可能就分了 还挺好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就经常秀恩爱啊 你就像这样的节日有必要过吗 当然没有必要了 为什么要过 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周日 或者普通的工作日而已 怨念深重啊 不过我感觉 这些不满秀恩爱的 可能只是短暂的忌妒 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 之前天天抱怨说 别人在朋友圈发恩爱照片 现在自己谈恋爱了 那个朋友圈啊 我都已经看不下去了 但是我已经提醒过他了 秀恩爱在朋友圈是可以的 要是在现实生活中 可能会有点危险 山东宾州学院的一对情侣 在学校内拥抱 被该校的纪律委员会成员发现 上千制止 并要求登记情侣信息 因这对情侣不配合 双方产生冲突 该组织共七八人将男生打伤 并将其眼镜摔坏 不容易啊 之前秀恩爱的人 总是容易被人嫌弃 这一次终于夺得了 广大人民的同情 见过抱别人女朋友被打的 抱自己女朋友被打 这个剧情还是比较清奇的 另外这个什么 自律委员会 也是蛮搞笑的啊 感觉是有一群 因为单身 所以闲着没事干 然后希望别人 也闲着没事干的人组成的 假装自己在弘扬精神文明建设 其实就是拿着鸡毛 当硬件的学生组织 看到别人抱抱 居然要人家登记信息 登记什么信息 谈了多久了 抱过几次了 有没有亲亲 亲了几次了 还跟过什么 其他事情没有了 人家妈都没有 你管得这么宽好吗 而且你都自律委员会了 不是应该自律吗 管别人干嘛 不过这个委员会倒是挺有理的 说他们是校级正规部门 专门用来纠正校园里那些 不文明行为 而在宾州学院 男女拉拉小手 搂搂抱抱 都是不文明行为 没想到 在现在这个社会 大学还能看到这么奇葩的校规 也是让我大吃一惊 人家法国总统高中就搞师生恋了 好吗 咱们中国稍微保守一点 但是到大学了 谈个恋爱 怎么也算不上不文明行为吧 大学培养的是兼容并包 学术自由 不是管东管西压抑天性吧 我觉得我也不用说什么了 反正马上就要高考了 各位考生 这个学校的名字 你们都知道了吧 你们知道怎么做吧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的又来了 欢迎扫买我旁边 这个巨大无比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同时也可以关注 本人微博游志东安森里 你还可以通过 凤凰新闻客户端 凤凰盛名客户端 以及一点资讯 订阅又来了节目专区 实时掌握节目的更新动态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感谢观看